各位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韓版天堂M 在奇岩地尖四樓 練功 好不好 在奇岩地尖四樓練功 因為齁 在 奇岩地尖一二樓 人滿為患的情況下 你可以來 奇岩地尖四樓這邊練功 但是 你來奇岩地尖這邊練功的情況 要注意一下 他有兩種怪 他是主動的 他有兩種怪是主動的 要掛 掛 掛於上半部就好 不要 不要打那一種 反正等一下會有 我等一下會秀給各位看 那一隻 法師齁 是很痛的 而且還有一隻 戰士 有點穿著 像那種十字軍東針那種 有一隻戰士 我那個 血量又多 然後主動 然後又很痛 然後有時候會整群四五隻齁 那 我現在跟各位講一下就是說 那你大概 可能 稍微用自動掛 掛在哪裡 你就大概掛 你這個區 這個地圖 看一下左右 右邊有這個地圖 這個角 可以的話 沒人你就掛在這裡 騎士 我一直說騎士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是 這個 這個門口 這個門口進來 這四樓 然後 進來之後 你就盡量在我剛剛那個是右半部 上面 然後 這裡都可以啦如果沒人的話都可以直接掛在這邊 還有這裡 這裡也可以掛 好不好 就大概掛這三半部就好 好 好 然後 接下來 然後 有沒有 這一種的 現在打我那一種 拿一個劍和盾牌 我那個蠻痛的 而且是主動的 好 好 各位看一下這一隻法師 丟火球這個 好這個很痛喔 我血喝不大回來 你大概在我剛剛講的右半部和左半部左上半部右上半部 你不要往下走 往下走這個會很痛 那我就不過去了 當然你有時間的話一樣啦 你就是直接按 看 如果手動的話可以的話是最好打任務 之前有一個影片有介紹過 然後你可以點 這邊有一個設定 你點一下 你在這邊設定你就設定 第三個off 然後倒數第三個 倒數第三個是不要搶到人家的怪 你要搶怪也可以啦 只要不要被砍就好了 好 好 好 那因為是 大概洞穴的關係喔 你可以在這邊一樣 再稍微設定一下 你就設 這邊第一個是 1然後30 要不然他會因為 你原本在打A怪 結果B怪生出來的時候他在隔壁 結果他 他不去打B怪喔 他會跑去很遠的地方找 就設定1然後30 這邊130 好不好 好 好 那以上就是推薦給7N第1間4樓練功的一個地方 祝各位練功愉快打寶順利 以上解說到時安定 我們算是先來的 我們算是在中間 這張 隔壁 對 好 好